OK 那在我们开始使用ClipperStudio Pen 来画出一些线条画之前呢 我们先确认一下我们自己所使用的这一些硬体设备 在画图的感压上面到底能不能让我们可以画出一些 不错的一个线稿 如果说是支援的话呢 那你就要去设定跟调整看看 它这样子的一个感压呢 你习不习惯 熟不熟悉 如果你的感压觉得OK了 没有问题了 那我们再进来ClipperStudio Pen 里面来做一些调整就可以了 那因为我们画图的设备非常的多样多种 所以说在这边的话 我就先不做一个示范了 那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可以到ClipperStudio Pen里面呢 的这一个档案底下 有一个调节笔压检测等级 我们点进去之后呢 我们可以在这边看到 它这边会显示我们的这一个笔压曲线 其实我们在右边的这个画布 可以慢慢的由轻到重再到轻 这样下来一画 画完之后呢 它其实就可以帮我们把我们平常画图 在这一个轻重的笔压呢 稍微抓出一个曲线来 我们确认结果之后呢 我们可以点选更柔软或者是更坚硬 看你喜欢什么样的一个调整方式 那我自己个人都会选择比较柔软一点的线条 那结束之后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画出来的一个笔刷的状态 那这样的线条其实看起来就非常的柔顺了 我知道有一些人呢 可能会觉得说 他在调整之后呢 还是有一点点的不太习惯 或者是有一点点不顺畅 如果还有这样的状态的话呢 那我们可以使用第三个方法 就是去调整笔刷的一些属性喔 在这边的话呢 我们可以到右边 这里有一个工具属性 点进去之后呢 它有一些可以调整的地方 不过这个都是比较基础的 我们可以到右下角的这一个扳手这边来 在这个扳手这边呢 我们点进去之后呢 你会发现它这里有非常非常多可以调整的地方 今天呢 因为我们是针对我们的画图手感 以及笔压的部分去做调整的 所以其实我们要调整的部分呢 我们前面都可以先不要看 因为这些都是比较属于这个笔刷的效果 我们可以根据后面两个部分 去调整我们的笔压跟画图的手感的感觉 首先第一个是修正 那第二个呢 就是起笔收笔的部分 我们先看一下修正的部分喔 在修正的部分这边呢 因为我现在的笔刷其实已经很顺畅 这是因为我已经调过了 不过还是让你稍微看一下 这边的话呢 你可以调整 像是你想要让这一个脚变尖 我们可以看一下如果线比较重的话呢 好像关掉之后 这个线会稍微比较没有那么菱角的感觉 那我自己个人比较喜欢把它关掉 那再来呢 就是抖动修正的部分喔 我们可以试着把它关掉 然后来画画看这个效果 这时候呢 你就会发现喔 关掉之后呢 它的这一个起笔跟收笔的部分 就没有办法那么尖了 那如果把它开到百分之百的话呢 它起笔收笔的部分就会变很尖没有错 但是呢 它有一个bug 就是说呢 你可以看一下 当我很快速的画我的笔的时候呢 你就会发现 它有点跟不上我的一个速度 所以一般来说 我就会把它调整到差不多30左右 在30之后呢 你就会看到 我在画的时候呢 速度变得比较快 它就会比较能够跟上 所以说基本上的话呢 我一般来说抖动修正都差不多给它抓一个30左右 那根据速度修正抖动的部分呢 它有两种类型喔 一个是缓慢 一个是快速 那我自己个人呢 因为画图是比较快的 所以我可以选择快速 那就会发现好像确实有变比较丝滑喔 那再来呢 就是后修正的部分 后修正的部分呢 它比较是根据就是说 你画图如果画的线条比较容易抖的话呢 那它会帮你画的比较平 你会发现我在画的时候呢 它稍微都会把我的线条做一些调整 但是我个人其实不太喜欢这样子的调整 因为我觉得这样子调整会跟我画出来的一些线条 可能会有一些差异 那这样我不喜欢 我就可以把它关掉 再来呢 就是扫幅 如果我们把它扫幅开到最大 你就会发现我画的每一笔画呢 都很容易有一个尾巴 有个勾勾 但这个勾勾其实不是那么的好看喔 所以说一般来说 我都会把这个勾勾把它关掉 开到最小 再来呢 就是我们起笔收笔的部分啊 在起笔收笔的部分呢 其实像这边的话 它有一些可以调整的部分 但是根据我自己调整过后的一个状态 我自己觉得变化并没有特别的大 然后像这个部分我也没有特别去调喔 因为我也没有看出一些很细腻的部分 有一些差异的 所以说在这边的话 我自己就没有特别去做一些调整 所以以上这三种方式呢 就是帮助我们在画电汇的时候 可以画出自己比较喜欢的一个手感 跟一个笔压的一个素质跟感受 赶紧领取你的免费电子书去提升画剂 学习画出你的风格吧